我们到达克罗迪亚的Dubrunwyk 这个旅游城市 由于住的地方离老城区有一点距离 所以现在就往老城区的方向走 一路都是台阶 走起来还挺辛苦的 远处是老城 前面是无尽的台阶 我要照着 下楼了 准备去老城 要经过这样的数不尽的台阶才能到老城 有很多的台阶要下 现在已经走了很长一段了 我现在去往Dubrunwyk的老城区走 然后从住处到老城区要走很长的路 然后还有很长的台阶要下 现在我就是往那边走 克罗迪亚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地方叫做Dubrunwyk 这个城市呢 就是几十年来 它很早就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然后几十年来呢 一直都是作为欧洲国家的人的旅游圣地休假 因为它的景色特别好 在雅德利亚海边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古城也非常有特色 所以呢 刚才一个岔口 现在说是往这边走 就接着走吧 这条胡同也是很长的 我从那边走过来的 现在准备进城 这是大门 好 我现在进来了 后面是大门 刚才从那儿进来 第二天 是大门 你已经很长得了 因为这都没了 在那儿进来 这都没有了 那这都没有了 是有特色的 延尖的 但是我从那边走过 是在这里 因为他也没有了 那就这么多一点 看见 这个人的人哈哈 也没了 也要去 如果他们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